OK 大家应该听得到了 OK 很好 那欢迎回到来这一周的这个技术指标教学系列 那可能在听的朋友可能是第一次 那第一次加入我们的这分享的话呢 通常我们在每一个星期四都会回来 在九点盘晚都会跟你们来分享一个技术指标 那这整个系列的目的呢 其实就要给你们认识不同的一些技术指标了 那当然在交易过程当中 是不可能把所有的技术指标都运用在你的交易过程 或者分析过程 那就太复杂了 所以通常交易者我们呢 最多最多可能也会同之间 只是用可能一到两个指标而已 所以这整个系列的目的呢 其实就给你们先认识 认识了不同的一些指标呢 然后你们才知道到底哪一个适合你们自己的交易了 那在这边今天主要的这个指标呢 会跟大家分享的是叫Katner Channels 那简称我们就会叫它KC 那可能大家看到这个图表呢 也会发现说 这个跟我们的这个moving average 或者跟我们的这个bollinger band 也看起来很相似 其实是大同小异了 那今天的这个分享呢 会给你们介绍KC是怎样去运算的啦 到底它这个指标是什么用途 然后呢 会跟你们分享如何去运用它来做分析 好 然后再给你们分享一下 关于策略一方面的一些东西 那在这边 首先会跟大家可能很快的自我介绍一下 可能就是在听的朋友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分享 或者完全是没有听过我的分享的话 那在这边可能花一两分钟来跟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那我的名字是邵婷 华文是叫邵婷 英文是叫KY或者开用 那我是从2012年就开始接触金融市场 那时候是以外汇开始做交易的啦 那在2015年呢 我就开始全职在做交易投资 然后也是有做很多的一些分享啊 跟教学课程 所以在这边你们所看到的一些图 这些这些照片呢 都是当然是2020年之前所拍的一些照片了 都有在各个国家跟城市都有做过分享了 那2020年过后 当然就是MCO过后 很多都变成线上的一些分享了 OK 所以今天你们所听的 所参加的 当然也就是因为MCO 现在很多分享会都变成online线上了 OK 那在这边也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可能我的一些交易成绩啦 OK 我本身是觉得说这是重要的 因为很多可能在做分享的一些导师呢 可能是只是关注在theory那一方面 那也不知道到底自己有没有在市场上交易嘛 对不对 所以在这边 我觉得重要的是说 我所跟你们做的一些分享 一些经验 都是来自我个人 有真实的在市场上做交易 做投资 来做分享的 那在这边你可以看到 这是2019年的一个外汇的一些交易成绩啦 OK 当然有上有下 不可能就是每个月都赚钱 是不可能的啦 那在这边这是2020年 就是去年的一个外汇交易成绩 那你会发现去年在外汇市场上 可能就比较困难一点 你会发现整体来看 有整整三个月是亏钱的 那这是2020年的成绩了 OK 那今年到2月份的 就是现在是3月嘛 所以我只有1月跟2月的一个成绩啦 目前维持也是不错 今年 所以这个是外汇交易的一个成绩 那我本身在2020年也是开始接触 美国投资的跟交易的一些股票啦 美国股票 所以从去年开始是比较多 去做交易跟投资在美国股市 所以你这边也是可以看得到 我2020年在股市那边 赚到了大概36.9亿巴仙 那到今天 就是今年啦 到2月 总共还是7.3亿 还是不错的 所以在这边 给你们分享一下 我这个交易跟投资的一个成绩呢 目的就是要给你们知道 说所跟你们做的一些分享都是来自 实际在市场上所运用的一些经验了 OK 那在这边如果有兴趣 可能这个分享会过后呢 可能有兴趣 再了解更多 或者想在社交媒体上 跟我做个朋友啊 还是跟着我可能的一些其他分享的话 都可以在Facebook或者Instagram 找到我的这个账户了 当然这边你们要确认是对的了 因为目前为止 我觉得是说很多都是假的账号 所以当你在寻找的时候 要确认是说输入我的全名了 所以在FacebookInstagram都可以找得到 OK 那 那是我 就是很快的一个自我介绍了 所以今天的这个分享呢 我们会关注的是有三个点子了 一个是给你们介绍什么是KC 那第二个呢 就是跟你们分享一下 如何去运用它来做一些分析 在市场上做个分析 然后呢 怎样用来做个交易策略 所以 首先 当然要去理解什么是KC 什么是Katner Channel 那这个指标本身呢 是个我们所说的一个波动率指标 它就是去测量市场上的一个波动率 英文我们是简称Volatility 就是它的上上下下它的波动率有多大 OK 那KC本身这个指标呢 是拿来这样子去测量靠这个波动率的市场的一个波动率 那一些简简单单的一些可能KC的背景了 就是KC是由这位 Chesler Kenner 在1960年的时候创立的 那就已经很久了嘛 对不对 那在1980年的这位Linda 其实她有开始做些可能调整了 就是revised version 就是更新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所以其实今天我们交易者所用的这个KC 不是原本1960年的KC 而是1980年所更改的一些版本 所以这可能大家要去多多少少了解一下这个背景了 那KC本身这个指标呢 很多人其实他会跟这个布林黛 就是BB Bollinger Band来对比 这两个指标都很相似 因为BB呢 就是Bollinger Band跟KC 这两个指标都是去测量 这个市场上的波动率的 Volatility 两个都是去测量它 所以通常如果一个交易者用了Bollinger Band来做分析的时候呢 他们就不会再去用KC了 因为它是同样的一个指标来的 那也是一样 如果今天你选择利用KC去做图表的一个分析的话 那你就不要再去用BB了 因为他们这两个的技术指标其实是大同小异的 那在这边给你们介绍一下 KC本身有不同的这个因素 或者有不同的一些数据正在跑着 那KC本身总共会有三条线 分为中线上线跟下线了 那首先给你们介绍到底这个中线是什么 那KC中线呢 其实是由这个Exponential Moving Average EMA来计算的 所以如果今天你把KC放在图表 然后你再加上一个EMA的话 它是一模一样的 它是一个中线 KC的这个中线就是我们的EMA 那它上下两条线呢 或者我们所说的两条外线呢 其实是属于ATR 就是Average True Range 那ATR本身的指标是计算什么呢 其实ATR就是计算我们可能平均每日的一个波动率的指标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KC是个波动率指标 因为它是利用这个ATR去计算的 再加上我们的一个EMA 那在这边给你们看一下图表了 那你可以看得到中线这个中间这条线 就是我们的EMA 上下这两条线是利用ATR去计算的 就是Average True Range 所以这整个KC的指标会跟着市场的一个价格波动率来形成 所以在这边了解一下KC的用途了 那KC本身上下线可以看成它的一个Dynamic Support Resistance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支撑阻力点了 所以如果价格动到上线的话 我们可以看成A它动到这个Resistance了 可能不要再去买了 可能要找一个反弹的机会 同时间如果价格动到KC的下线 那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价格现在在Support 那你也不要再去卖了 可能就是找一个反弹的交易机会 所以你可以把上下线看成一个支撑阻力点的概念 那在这边我们常用的这个指标的设定 这个Setting ATR就是我们的这个上下线呢 这个我们会用Ten Period 那也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今天所看的是一日图表 Daily Chart 那这ATRTen Period的概念就是我们所利用的数据来算呢 是10天拿来做平均 那当然这个数学的算法你们其实也不用太烦恼了 就在这边给你们分享一下是它的Default Setting 它原本的设定是这样子的 就给你们认识一下 那这边上下线的数据是以2乘ATRTen Period 那它的这个中线呢就是利用这个EMA 20 Period 所以其实如果你拿来把这个KC拆开来 你其实可以看成它其实本身里面有两个指标 一个是ATR 一个是EMA 你把它放起来就变成KC了 那在这边你要了解的是说 通常我们会利用这KC的中线 来分析整个趋势的回调水平 我们简称的一个Retracement 或者英文世界是说Min Reversion 就是说当价格动到上下线的时候 很大可能性价格会反弹回到去我们的这个中线 所以你可以把它大概看成 当价格动到上线 动到我们的阻力的时候呢 它很大可能性会回调到我们的中线 相反的如果价格动到我们的下线 动到我们的支撑点的话 很大可能性会反弹上去我们的这个中线 所以可以这样子去理解这整个KC的指标 那在这边给你们看一下例子 那在这边你会发现的是说 第一 这个是个上涨的趋势 这样去理解呢 你会发现价格 都在我们的KC的上半部 也就是告诉我们说 整体来看它是上涨的 有几种方式你们可以去用来分析 第一你会发现 价格是在我们的中线的上半部 那也告诉我们说整个趋势是上涨的 这样子看就OK了 很清楚 很直接的 那下跌的趋势其实也是很容易 如果价格都在KC的中线下半部 就是知道说它是个下跌的趋势 可以看得到 价格每次动到我们的这个KC中线 就反弹开始下回去了 所以你会发现价格都是在KC的下半部 所以整体来看它是个下跌的趋势 那当我们的价格开始突破这个KC中线 然后开始往上涨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这整个趋势可能要反转了 可能从下跌变成上涨 或者从上涨的一个趋势也是开始反转了 OK 所以当价格开始突破这个中线的时候 你就知道要小心了 整个趋势可能要开始反弹 OK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例子这个图表 这边也是可以看得到 价格通常动到我们的外线 上下外线的时候 很大可能性也会回调到我们的这个中线 OK 那在这边 怎样去利用它来分析我们的交易方向呢 怎样知道说我们要关注买的机会 还是卖的机会 我们所说的一个选择方向的决定性 是怎样去做了 在这边你可以关注KC的邪度 OK 那在这边邪度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可能一个时间的概念了 那如果它这KC本身是以两点钟 可能就是一点到三点之间的话 那一个邪度 我们就知道说市场是在走着一个涨势 OK 上涨的一个趋势 那如果这个KC的邪度是大概四点钟的话 OK 也就告诉我们说整个趋势是走跌了 好 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直接的啦 你一看到KC 你看它几点钟你就知道说它是上涨下跌 如果它是三点钟的话 也告诉我们说整个趋势是盘整的 OK 它是没有个很明显的趋势 OK 就是range啦 那KC本身其实如果价格没有一个明显的趋势 你就不要交易 OK 所以KC本身是运用来交易整个上涨或者下跌的趋势的 OK 那另外一种方式呢 你也是可以运用KC的EMA 就是中线咯 刚才有大家有跟大家可能大概的分享一下 你可以去关注价格和EMA的这个关系啦 那如果价格是在EMA的上面 OK 也就是说中线的上半部啦 就是一个uptrend咯 上涨趋势 OK 反过来如果价格是在EMA的下面 那你就知道说这趋势是下跌的啦 OK 所以整体来看哦 来分析市场的一个方向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看KC整体的那个写度 两点或四点 另外一个就是看价格和中线的一个关系 可以通常 如果写度是两点啦 那这个价格也是会是在EMA的上半部的啦 那在这边给你们看一下例子啦 OK 那在这个图表你会 你很明显啦 看得到整个KC就是往这个两点钟上涨 OK 所以它是个uptrend上涨的趋势 那同时间你会发现哦 价格都是在中线的上半部 OK 它每次动到这个KC的中线的时候呢 都会开始反弹上回去 所以整体来看它是个上涨的趋势了 OK 那另一方面反过来看哦 那在这个例子呢 KC就是往四点钟 OK 所以它是个下跌的趋势 然后再看看价格每次动到我们的这个中线 OK 都会反弹 所以价格都在EMA的下半部了 所以它是个下跌的趋势 OK 所以如果你们把KC的指标放在图表上 很明显一看就知道说现在这个市场是在走上涨的 下跌的还是盘整的了 OK哦 那在这边了解了 怎样去运用它来找到我们的这个交易方向过后 OK 接下来当然就是要去理解说 怎样找到一个进场的一个信号 就是交易的信号 OK Signal 那这边有三个步骤 OK 第一你要先去关注价格有没有突破KC的上线或者下线 OK 那我们所说的这个价格呢 当然我们就是利用K图啦 Candle stake 所以如果第一步骤 如果价格开始你会发现 如果价格已经有一个突破这个KC的上线或者下线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开始关注这个市场了 因为这个交易的信号可能就要来临了 第二步骤 OK 我们当然不要一突破就进场嘛 因为我们了解的是说 每次价格动到上线的时候或者下线的时候 很大可能性 它会做个回调回到我们的中线 OK 所以第二步骤就是等待这个回调 等到价格回调到我们的中线 我们的这个EMA 然后呢 我们要利用这EMA的协度来确认到底这个市场方向 还是不是OK的 也就是说如果KC是突破上线的话 它是个buy signal 因为它突破上线就是说告诉我们市场的这个动量 是往上涨的 所以你就要关注买入的一个机会 那你当然就不要直接买啊 你就等到这个价格回调到EMA 当然当价格回调到EMA的时候 你这个EMA的协度 也是要告诉我们它是个上涨的啦 OK 那第三步骤呢 我们就是利用这个K线 就是candle stick 来确认我们的这个进场点 OK 所以在这三个步骤呢 你会发现 KC的用途 它的好处是在哪里 它好处就是很明显 可以直接告诉我们说市场的趋势的方向 可是它的短处是在哪里 它短处本身 其实你需要了解可能不同的一个candle stick formation 就是它的形式呢 OK 来帮你交易 因为本身KC本身是没有一个完整的进场点的策略 OK 所以在这边你们可能要自己再去多学一下 到底怎样去看或者分析这个candle stick的形式啦 OK 那在这边给你们一些例子 那然后我们会去到现实 现在的一些市场的图表 来跟你们做一下分享啦 那这个例子呢 你会发现第一步骤 价格已经突破KC的上限了 在这边应该看得到了 已经突破KC的上限 所以这第一步骤很重要 那价格如果突破这个KC的上限 我们就知道说 我们就知道说 它这个价格的动量是往上涨的 这个momentum是往上涨的 所以我们要关注的就是一个买入的机会 OK 所以第二步骤我们要等的是什么 等待价格回调到中线 OK 所以我们当然不要直接现在就进场嘛 好 我们就等待一下 那过了几天过后 你会发现价格已经开始回调到我们的这个中线了 那重点现在当然就是要看看去关注 到底这个中线会不会形成我们所说的一个support line 那如果价格没有突破我们的中线 那就可以开始真的找到我们的买入的信号 主要的是说如果这个中线也被突破的话 你就没有一个买入的信号了 因为它整个方向的趋势 整个momentum就改变了 在这个例子你会发现的是说价格回调到我们的中线过后 这中线已经形成了我们这个支撑点 价格没有突破 反而开始形成有一个反弹的形式了 那在这边在接下来多一天 你会发现这边就有一个K图的形式 Candlestick Formation 我们叫这个engar thin pattern 或者bullish pattern 所以从这边你就有一个买入的信号了 所以大家可能如果不认识Candlestick 可能要花一点心思去学习一下 再配上KC的整个分析策略 那在这边给你们看一下 如果现在的图表看到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你就有一个买入的信号了 那在哪里进场 进场点就是等到这个蜡烛图关了过后 明天的价格就可以开始进场了 那你的尺寸点呢 当然stop loss就会保留在这个KC的下限 如果你是经常买入的话 你的尺寸点当然是在下面了 如果反过来 如果你是进场迈入的话 你这尺寸点当然就是在上面 所以应该目前为止还OK 还理解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很明显的进场点 跟尺寸点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市场怎样形成了 那价格继续往上涨 那也告诉我们说 进场了过后也是开始赚钱了 那主要的其实你要关注什么 你要关注的是价格 有没有保留在EMA的上面 为什么这个重要呢 因为如果我们买入的话 主要要看看到底整个趋势 还是不是走涨的 那如果要了解整个趋势是不是走涨 主要的就是看KC价格有没有保留在KC的上半部 如果有的话 那你这个单子赢钱的几率就很高了 因为它就是在走涨 当然也是可以看看KC本身 也是开始以两点钟上涨了 所以整体来看还是OK 没问题 这个单子是可以保留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移动我们的尺寸点 来保护我们的这个单子 那在这边之前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个尺寸点的空间是比较大的 所以过后当这个KC也开始上涨的时候 你也可以开始移动你的尺寸点 跟着整个KC的下限去移动 所以从这个低点呢 你可以把它移到比较高的一个价位 那这样子的整个过程呢 你就把风险减少了 可以这样子来做 大家应该理解 那接下来如果市场继续走涨的话 你可以看到在这边进场 在这边进场 那整个趋势还是走涨 那你会发现到现在 我们的这个KC下限已经是高过我们的进场点了 所以如果你是跟着这样子来移动你的尺寸点呢 现在你会发现我们的这个SL stop loss 已经是高过我们的进场点 也告诉我们说这个单子是不可能再输钱了 因为这单子已经是没有风险了 最惨的状况之下 当价格如果从这边开始反弹下回来 动到我们的尺寸点呢 这个单子是不亏钱的 反而是有一个小盈 所以大家可以这样子来去管理 就整个的单子的一个策略了 那如果价格在这边 你会发现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买入的信号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你会发现在这边 你会发现第一 这个蜡烛图已经突破我们的K线 KC的上线了 那第二步骤价格已经反弹回来我们的中线了 第三 你可以看到这边这个蜡烛的形式 这个我们叫engarfin pattern 那个青色的蜡烛是搭过我们的这个红色的蜡烛 所以从这边你也可以输入一个买入的信号 所以从这边也是可以看到 也是另外一个进场的机会 也是另外一个进场的机会 当然今天这个例子我们就保留一个进场点先了 所以不要太复杂 那你会发现 整个过程过后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进场点 价格一直继续走涨 而且你会发现的是什么 价格每次回到来中线的时候 都是被反弹上回去 那个很重要 只要价格继续保留 在KC的上半部 你这个买入的机 这个单子 这个机会 还是OK的 因为它整个趋势都是在走涨 当然整个过程当中 你就一直把你这个尺寸点 一直继续把它调整到更高的一个价位 所以从这边来看 这个进场点 你的尺寸点已经在这边了 所以整体来看你这个利润 是包赚了 当然你现在价格在这边 你还是有在赚的这个利润 只是说如果价格从这边反弹下回来 你也不用担心 因为你这个Profit 这个利润已经是稳稳拿住了 OK 所以这整个过程当中 其实你会发现 其实很直接 很简单 利用KC来找方向 很直接 主要的当然 你们可能要多去学一点的 就是讲去看你这个Cantlestick的一些形式跟形态 OK 那在这边 我们还没有去到真实的一些图表 来跟你们做分析分享之前 先总结一下 整个KC的这个指标 你会发现是非常直接的 那第一当然KC本身最适合拿来做交易的 是当市场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 如果市场是在走 打横走 盘整的情况之下 你就不要运用KC交易了 也就是说 如果KC是在三点钟的方向的时候 不要交易 只有在KC是两点 或者四点钟的情况之下 你才找进场点 OK 第二 KC是最适合运用在比较大的一个时间图表 OK 那我会建议大家说 如果你是可能新手 刚刚学习交易的时候 那你要去练习运用KC来做交易的话 最好运用的一个时间图表 是我们的一日图表 Daily chart OK 那如果你今天开始可能运用在一小时图表 15分钟图表 30分钟的图表呢 可能你这个准确性就没那么高了 OK 所以我是建议大家说 KC其实最适合运用的是在比较大的一个时间图表 那Daily chart是最好运用的 OK 那第三 刚才有分享过的是说 KC本身他没有一个进场的信号了 所以在这边如果大家要用KC来做交易的话 可能要结合一下可能K图的形态 还是图表的一个形式 来补充一下你整个交易策略 所以你可以看的是说 可能你配合Candle stake的一个pattern 就是可能pin bar rejection bar doji bar engarving 都可以 或者你如果熟悉一些图表的形式 比如说chart pattern 像flag pattern pandent pattern wedge pattern 都可以这样子来搭配 OK 所以从这边希望大家理解 OK 那我们来看看 去到可能今天的一些图表 来跟你们做些分享了 OK 那在这边 先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我已经 我是运用trading view的一个图表 来跟你们做分享了 OK 但是KC本身 如果你是运用MT4 还是MT5的话 那平台本身 其实也是有的 OK 那在这边 我来换一下这个先 通常我们都是用 EMA EMA exponential moving average 那通常我们的在EMA都是以2020period 那multiplier是2 ATR是10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在这边其实都有跟你们分享过 我去给你们 回去这边看一下 OK 所以在这边 OK 所以通常的指标设定是2 times ATR 10好 然后EMA是20 所以在这边 你可以看得到 OK 我说这边所设定的是20EMA multiplier是2 好 2乘我们的这个ATR是10了 所以可以这样子来做分析 好 所以你在这边 你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这个中线 OK 可能我换一下 不好意思啊 我换一下颜色会可能比较明显一点 橙色吧 好像比较明显一点 那在这边你可以看到我们有中线 上线跟下线 那我直接就运用这个图表 先来跟你们分享 这个是EURUSD 以热图表 那应用KC呢 主要其实最好的时间去做分析 当然就是比较大一个图表 所以我说 我是建议大家利用daily chart OK 那在这边你会发现 第一 一看KC 你要问自己的是说 几点钟 它的邪度是几点钟 所以在这边你可以发现 它这个邪度是好像4点钟 对不对 它都是往下跌 所以你要关注的一个方向 就是下跌的一个交易机会了 就是卖入做空的一些交易单子 那你会发现说 价格现在目前为止 还是在中线的下半部 所以整体来看方向还是OK 要关注的是什么 卖入做空的一些交易机会 第二 可以看到这边 价格已经突破了Y线 它下面的这条线已经突破了 那是第一步骤 第二步骤 你会发现价格已经反弹回调 到我们的这中线了 而且主要的是什么 价格没有突破我们的中线 反而它形成我们所说的一个rejection 看得到今天的这个图表的形式 动到了中线过后 今天反弹下回去 OK 所以整体来看 其实如果今天它关市 市场关市的时候 它的这个价格可能还保留在下面 就可以看得到这个K图的形式 这candle stick pattern 其实是个bearish candle OK 也告诉我们说很大可能性 今天如果市场是这样子来关市 我们就有一个进场的机会 在这边进场 大概是可能1.1920左右 OK 那如果你在这边进场 当然你的尺寸点呢 就可以保留在这KC的上线 OK 那你的TP目前为止 当然运用这个方式的话 你是没有一个比较明显的TP 因为我们运用的方式 就是跟着趋势走 OK 所以你会一直调整你的这个stop loss 尺寸点 所以TP本身运用KC 可能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盈利目标 OK 可是如果大家可能有其他的一些交易策略呢 可以配合进来都可以 所以本身 这样子来用KC呢 你会发现很直接 很简单 可以找到要关注的方向 也可以找到说哪里 可以找一个进场的信号 OK 所以这个很快的就可以做出一个分析了 在EURUSD 那我们可能看看其他一些图表 那在这边这个是GBPUSD 引爆也是一样EURUSD图表 第一个很明显的 这KC的方向是什么 三点钟 它是盘整的 OK 所以 一看我就知道说 现在不要去交易了 如果你是运用KC的话 这边你就不要交易了 为什么 因为它是走三点钟 OK 市场是盘整 不是个趋势 不要交易 OK 那很直接 你可以跳过这个单子 这个货币对 你就可以直接跳过了 OK 那AUD USD 其实你看的话 三点钟 没有东西 跳过 OK 这个大概也是大概三点钟 NZD USD 也是跳过 OK Dollar Cat OK 看得到Dollar Cat 很明显 这个是四点钟 下跌的一个趋势 而且你可以关注的是什么 价格是在KC的下半步 所以整个都告诉我们说 趋势是在走跌了 下跌 那当然你现在市场在这边 你就不要去下单了 为什么 你要等价格回调 到我们的这中线 可能你就要等多 可能两三天的一个时间了 来给价格这个机会 回到来我们的这个中线 OK 那如果回到来我们的中线呢 你就可以开始关注 到底价格 会不会形成可能一些 K图的形式 像rejection Dolgi Pinbar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那在这边给你们看看一些例子 OK 这个可能就是最漂亮的一个例子 来给你们看 OK 那在这边你可以发现 第一 价格已经突破KC的下限 那它回调来到中线的时候呢 形成我们所看到的这个 rejection bar Pinbar了 所以从这整个过程当中 你当然就等到关市的时候 你可以放一个单子在这边 你的尺寸点在上面 OK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进场的机会 当然没有交易的策略会是100% 那这个我们是所说的 所有的因素都OK 都合格 就可以开始下单了 那在这边 你就可以开始看到 价格开始往下走了 所以整体过程 每一日 每一天 你都可以去关注一下 那调整你的这个尺寸点 那你会发现两三天过后 价格还是保留在KC的中线下面 下半部 所以这整个单子还是OK的 因为它还是告诉我们说 下跌的几率是在了 那继续看一下 那你会发现 整体来看 价格还是继续往下跌 还是保留在KC的下半部 那你的尺寸点呢 也是可以继续把它调整到更低的价位 那你会发现你的这个尺寸点 你的风险就越来越小了 那如果跟着每天 这样子跟着市场跑的话 你就可以一直调整你的尺寸点 价格还是在KC的下半部 还是可以保留 那继续走 又继续把这个调整了 OK那整体来看 你还是看到价格 还是在KC的下半部 还是OK没问题继续走继续走 现在你就开始移动移动 你的尺寸点就变成 在你的进场点了 Break even OK那在这种过程当中 最惨状况你是不可能输钱了 所以再继续跑下去 你会发现 你的尺寸点已经可以开始 移动到这边 这个就是包赢了 OK在最惨的状况 你是不可能再输钱了 所以整个过程当中 你可以看到 那你一直把你这个尺寸点 一直调整 调整 调整 OK到现在还是没有动到 你的尺寸点 OK那在这边 你会发现当这个上涨的时候 你这个尺寸点就不要跟着移了 因为你移动你的尺寸点 来保护你的利润 所以如果他这个上涨 你就不要去移了 你移下来了过后 你就保留在那边不要去动它 OK 那继续看到市场上的话 还在下跌 那你这个可以一直往下移 OK 那继续跑继续跑继续跑 到现在 你的这尺寸点就已经移动到这边了 所以整个过程当中 希望你们都看得到 怎样去找一个进场的信号 这样运用KC来考虑分析 到底还是OK不OK 然后这样把你的尺寸点 跟着运用KC的这个外线 来移动你尺寸点来保护你整个单子的一个过程 OK 那这个是Dollar Cat的一个例子 OK 那在这边Dollar Yen Dollar Yen你是可以看得到 很明显KC是上涨的 OK 因为它是差不多接近它一点了 所以它是上涨的 那在这边你是可以看到 价格已经突破KC的上限了 也告诉我们说A第一步骤可以咯 可是不要在这边进场 你要等待的是什么 等待价格回调到我们的中线 可能需要多几天的时间 那回到来中线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始关注 有没有一些K图 或者K线的一些形式 OK 如果有的话 就可以开始找进场点 理解 OK 可能再给你们看多一些 可能就是利用一些不同的市场 像黄金 OK 那在这边 你可以看到的是说 可能白银来看一下 白银没有 因为白银这边是三点钟 所以没有东西可以做分析 黄金可以 石油也是可以 那我就利用这个WTI石油的图标 OK 第一你可以看得到方向斜度很明显 是上涨了 因为它是两点钟 OK 第二 你会发现价格都是在KC的上半步 OK 所以整体来看 它是个上涨的趋势 所以你这个方向呢 你就要找或者关注买入的机会 OK 那在这边 你会发现 第一价格已经突破着上线了 现在做个回调 已经动到我们的这个中线了 可是重要的是说你不要现在就进场 你要等待的是 看它有没有形成一种反弹的现象 OK 什么是反弹的现象呢 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就是有一个bearish candle 那第二天就变成一个bullish candle 这个就是反弹的现象 OK 那这边也是一个可以看到bullish 那这个也是一个engarfin pattern 也是一个进场的一个信号 所以之前这边也是进场的信号 这边也是进场的信号 这个也是进场的信号 目前为止暂时是没有的 OK 你要看到的是可能一个bullish candle 可能就是这样子一个反弹的形式 OK 可能有一个pin bar这样子的概念了 就可以开始找一个进场点 那在这边 有兴趣可能交易 石油的朋友就可以关注了 可能这两天内 会形成这样子的一个信号 就可以找到进场点 OK 那一样的 运用在可能一些 这些stock market 就是股票股市 都可以这样子来运用 OK 那S&P本身你会发现 其实它是没有突破上线 所以你就没有这个信号 你要等它突破 然后再做个回调才可以 OK 可能给你们看下例子 这个这个是German tax 就是这个德国的一个指数 那你会发现 斜度两点钟 方向趋势很明显 价格已经突破 KC的上线 所以要等的是什么 等它做个回调 来到我们的这中线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关注 可能一个蜡烛的形式呢 还是图表这个形式 找到一个进场点 OK 所以利用KC本身 其实你可以运用在外汇市场啦 黄金石油 股市 或者指数 都可以 主要要关注的 其实就是 要运用在可能比较大的一个时间图表 OK 可能比较适合运用来做一些 长期的交易机会呢 或者比较长期的一些投资机会 那短期内可能KC指标就不太适合 OK 所以你这边你要自己去了解一下 到底你的交易策略呢 是以短期的呢 还是以长期的 OK 所以你如果是以短期的交易方式 有兴趣的话 可能KC指标本身就不太适合 OK 所以这边整个过程当然 你要去理解啦 每个指标的用途跟长处短处在哪里 OK 也就是因为 也是我们所做的这个整个教学的系列的目的啦 就是给你们认识不同的指标 那当然这边 有些朋友是做短期交易 有些是做长期交易 或者长期投资 OK 那KC本身就是比较适合 比较长期的一个分析跟交易投资啦 OK 那我希望今天的这个分享 给到你们一些概念 去了解KC的这个指标 怎样去运用 怎样去容纳它成一个完整的交易策略 希望有给到你们一些帮助 OK 那在这边想问一下 如果你们有任何的问题 可以可能利用接下来的四五分钟来发问一下 那如果有问题 你们就可以现在把它输入进这个Q&A OK 那我这边可以看得到你的问题 那可以回答你的一些问题啦 可能有哪些部分啊 不清楚的 还是可能有哪些可能要了解更多的 OK 你们可以现在利用可能接下来的四五分钟来发问一下 有吗 有问题吗 OK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今天的这个分享就到这边了 那我们下个星期还是一样啊 每个星期四都会有这样子一个教学系列 那下个星期会介绍给大家的一个指标呢 是叫Fractal Indicator OK 那那个指标是非常非常好用的了 所以如果有兴趣了解更多 去学习更多的指标的话 那你要可能就要加入我们下一周的这个 继续加入我们下一周的这个分享了 OK 那Fractal Indicator本身我也是有运用了 拿来做短期交易是很好用的 当然Fractal Indicator不只是做短期交易啦 做短期长期都可以 OK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 那就下个星期要记得加入我们的这个分享了 OK 那如果没有什么的话呢 今天的这个分享就到这边了 希望今天的这个分享 有帮助到你们的整个交易过程啦 OK 那如果没什么的话呢 我们就下一期再见了 OK 拜拜 拜拜 拜拜